申辦聚職隱密 各自保護債升級 大家好 我是桃園市精神特派袁世雲 妳是否曾經收到過 要不要賣您一下子洞產的廣告單呢 沒有耶 但是我慢慢有收過 不只有收過 還收到好幾次呢 您知道我沒有什麼方法 妳不要再收到廣告單呢 不清楚耶 不知道耶 但是我聽說 可以申請不要顯示全部地址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不讓顯示全部地址呢 讓我們請金鐘哥來問我們解答 大家好 我是金鐘哥 因為不動產登記藤本上的柱子 是公開的資料 透過申請柱子引力 柱子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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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重要 所以說三遍 可以選擇不公開完整的柱子 就可以避免收到廣告信喔 大家好 我是桃園市地盛解說員 我是阿中 阿中有夠來了 土地登記成本分為三類 其中第二類成本 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囉 依規定 會揭入登記名義人的部分姓名 部分統一編號 及完整的柱子資料 如果申請柱子引力後 柱子只會顯示到 段、路、街、道或前六個中文字 後面的資料都會隱膩 您可以至全國任一個地政事務所 零貴申請 或到內政部地政師數位櫃台網站等班 當然 申請 底登記案件時 也可以併同申請喔 阿中提醒大家 申辦時 記得出具國民身份證 或登載姓名 身份證統一編號 並貼有照片的駕照 健保卡 其他由政府機關 合發的證明文件證本 網路申請 以自然人評證登入 就可以申辦囉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資訊 可到內政部地政師數位櫃台網站 或掃描我們的QR Cod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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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